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撇市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卫梦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整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得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次就讲讲这真是顺巧的老少女的死 翻查历史,8年之前他已经登力无限 他当时就说越南开放 民主改革 角力 可能会超过中国 不过他说可能,8年前 其实都很耐下 因为他当时就觉得越南 现在是改革 就说 过去这么久 越南已经被大陆民主了 他们允许各级的差额选举 又允许国会质疑是政府领导人的 有民主就大了 其实一个例子,我可以跟你说 沙地亚拉伯 有没有民主? 君主制 没关系 经济和 当然是有一定关系 但是完全 有民主代表就一定经济好 那我相信就不一定 并不一定 越南其实有件事是很严重的 是什么呢 记得越南去年 令到三星有些大厂 开不了工 缺电 缺电 之前 他缺电 亦都令到欧盟 在越南 越南的 这些 在欧洲的 在越南 开厂的人 就说 你这样搞 我们要走了 我们要走了 我相信 走就应该不会 但是 始终你这样搞搞一下 人家 都是会 害怕的 因为 可以做东西的时候 我说没有电 那么 之前就说想做世界工厂2.0 但是越南缺电 已经是造成 直接经济损失去年多少 都很厉害 14亿美金的 而且 而且 练日本的商人 日本 其实他们都很喜欢去越南 很早就在越南 是有他们的开拓 路线 原来日本 商工会议所 他们就说 你再这样的话 上个月就说 你再这样的话 我们真的要考虑一下 是撤资 这个是欧盟 的商人都说过 你再这样的话 我们顶不住 你总是缺电 现在缺电 因为 今年 你们这里应该热 越南 越南也有相当热 这几天 5月份 就会报入高温期 一高温期就开冷气 当然 高温期的话 一开冷气 越南去年夏天时候就试过缺电 就试过缺电 越南5月份 高温期 又适逢经济回暖 所以用电量就比去年是增加13% 为了防止是缺电的恶梦重演 原来 越南第一件事 就是想着 是用几千台 柴油发电机应对 并且 是要向中国增加 卖电 当然除了中国之外 还向辽国 即是老窩都卖电 原来 越南 越南国内的电力基建 有没有加强 增加电力基建 有感觉 我们之前报道过是有做 但是 你只是基建的 不是一朝一夕 是 要快速 是 越南工商部也说 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开始复苏 电力需求 增加 各有越南电力集团 叫EVN 就统计 今年前三个月 VEN商业发电总量 就有620亿度电 比去年是升了11% 随着第一季度的用电量增加 越南工商部对于2024年 全年越南各大 全年越南各大 发电商的发电量和进口电量作出修正 估计 就会比2023年 使用多是40亿度电 全部 这个通过的加级 是3100亿度电 越南工商部 在政府例行记者会上 今年 5-7月 赫季用 电量必然会大增 可能是13% 比之前预计的9.6% 还高出很多 单是北越地区 预计就比去年 多17% 创下的记录 越南今年前三个月水民条件不佳 所以如果用水力发电 今年比较困难 想着用火力发电 尤其是用煤 同时 亦加强中南部的电力不送 这个越南预计买几千部柴油机 以便紧急使用 但是他们究竟是向中国买多少电呢? 原来越南部门也说已经跟中国谈了是买18亿导电 比原来计划多了10亿导电 是原来的两倍多 那增加了 你知道增加了也很厉害 这个也是没办法 而且 跟中国增加购买就绝对了 跟辽国谈计 当然了,我们也说过去年 其实越南都已经说过是要跟中国继续大量买电 是要大量买电 不买 那就真的人家走 真的人家走 缺点问题 其实已经是令到外商 苦不堪言 越南工商部 副部长 软日 软生日 再次 亦都是 说 我们同各位外商保证 今年会全力缓解电力供应 带来的挑战 并且重新越南 今年就 不会是断电的 但他去年也有这样说过 今年就不知道 同时也强点 你盖住的标题有点像台湾 台湾地区 对 但是台湾 跟市民说 不是跟厂商说 没错 以及跟台积电说 原来他们是说明的 就会是加大基建的投入 搞好一些 输电系统 特别是北部 细银 的资深经济学家 他就是 越南政府需要立即更换老旧的电网 否则缺电状况 未来几年一定继续持续 造成 外商的损失 令到他们转移 是震地的 那么 当然刚才他们说 他缺电 去年就是14亿 直接损失 相当于越南GDP的0.3% 那 都是 令人觉得惋惜的 其实他们也在 经济正在 即是经济正在 那当然了 这个老潮说 反目承受 他去年9月说的 反目承受 结果 反目承受 最搞笑 反目承受 居然 是 中国司法部 的部长 去了越南 我知道 他就特意去越南 说你是不是跟反目承受 问他 那当然不是 原来这个中国司法部长 是 是 赫荣就率团访问越南 这个就是 认越南 政府总理 范明正的要求 这个是邀请他的 并且分别跟越南公安部长 苏林 和越共中央 内政部部长 潘庭 扎 以及 这个是 越南司法部部长 黎盛龙举行会谈的 其实大家也都深化双方的法律 和司法领域的交流合作 取得武实的成果 这些是很正常的 原来越南也有跟中国 签署了 公安部的一些 他们大家公安部也都签署了 量解被忘录 这个 大家都是同一个 都是同一个阵营的国家 当然 这个全面倾美的老肖9月份 直播 他和美国升级关系 反目承受 其实这些就是宁和游戏思想 你没有发觉 其实他和西方 他可能是受了西方那套洗脑 还是他信 他特意说给支持者听 这些就是宁和游戏思想 我和美国升级关系 肯定跟你 中国反面 没有 而且 他说了这些节目之后 我们都做过 立刻 他的 重要的高层就去访华 是不是 我们都挺好笑的 经常这样 做灯神 还有他8年之前也都说 越南 经济可能会超过中国 8年前说 不过他很精 他没有说多久 都是那句 越南更加民主 这些事 当然 他是看你国家怎样 运用 那些政策 是吧 那 看回越南 第一季 他国内生产组织 就是 9 都挺厉害的 GDP就是 921.75亿 以5.03%的同比增长率 是超过了同期 中国的 这个4.8%的增长率 那因为越南和珠三角近 那么看回 原来 在国际贸易方面 越南这个季度的 货物进出口额 就是达到1763.5亿美金 比去年增长14% 其中出口是 885.8亿美金 同比增长12.9% 那么其实越南的 经贸易规模 和中国是 就是在中国多少 1% 12% 并不就是广东地区的61% 在江苏的90% 那么越南的确 3月份的出口 是相当强势的 但是 都是担心决电 现在担心决电 那么我觉得 中国肯定帮他 畢竟都叫做兄弟国家 那么当然 历史上他们是对抗过 你美国历史上跟他对抗过打过仗 越战的时候美国被搞得多惨 双方都死伤无数 还有总统被逼不逼 好笑 有利益就这些就可以暂时放下了 其实这个世界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越南公贸部它的统计数据 也都看到截止到2024年第一季到尾 越南对华出口继续释放出积极信号 其中越南对华出口额是达到126.8亿美元 同比增长5.2% 这个中国成为越南第二大的出口市场 第一大就是美国 但是你知道其实有些中国的中间商品 就在越南组装之后买去美国 从中国进口就是大概294亿美元 同比增长到24.4% 中国继续是越南最大的进口来源国 同时中国始终是稳居越南最大的 这个果疏出口市场是最大的 那么以前台湾地区 想恨的东西就没有 因为台湾地区有些东西就当然没有办法 因为他有些东西的病重害做得不好 所以就卖不到去大陆 但他说不,你逼迫我 之后就是开桥犯给你 之后他又不说,开桥犯给他 那些陆会和黄会他又不说 不当然,越南驻北京商务代表梁文才 也表示中国的经济积极信号 也对越南是一件好事 而他台湾就说中国不好,全世界先好 就是中国大陆不好,全世界先好 好像跟你说的倒转 倒转啊老板 不过这么说,他们玩意识形态的人是这样的了 好,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再见